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记录本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家公司的业绩啦 那就是Dioseng 因为他最清楚的记报哦 是创下了他历史以来最好的业绩 So,作为一个价值投资者 我觉得我们可以花点时间看一看他的业绩 So,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业绩呢 我们从这个图中就可以看到 你哪怕去对比过去十个季度啦 他的revenue都是历史新高 如果你回看过去十年的记录 他也是历史新高 OK,当然除了revenue历史新高之外 他的盈利也创下了1970万 这也是历史新高的单记盈利 OK,然后在这个1970万的盈利之下呢 他的earning percent一共创下了六分期 OK,单记六分期 非常的夸张 我们做个假设啦 因为在过去几个季度 他的盈利一直在增长嘛 我们预测未来三个季度都不增长 OK,So,Financial 2023 他的earning percent就可以达到两毛六分八 OK,如果你以这个两毛六分八啦 我们用8倍的PE去计算 这样子他的股价至少都会价值到两块钱 我们要知道目前Tioseng他的股价只有八毛九分 So,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有一倍多的空间 因此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个业绩 到底符不符合这样子的估算 OK,我们要知道Tioseng这家公司并不是一个增长型股票 它不是科技股 它也不是一个股息股 好像银行啊 产托啊 这样可以长期收的 从股价图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它是周期股 有高有低有高有低 也就是讲我们赚的是波段的钱 好事好在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的这个价格区间 就是一个历史地位 So,如果要反弹 往上走的空间自然会很大 再来 它目前的走势 其实已经是有缓步上涨啦 如果它再涨多一点点 基本上会创下过去三年的新高 OK,这种从技术图上 告诉我们要反转的讯号 也有在里面 So,我们讲回基本面 这样子它这个业绩是真的好吗 还是有掺杂一些水分在里面 因此我做一个截图啦 英文我们不用看 我们看我华文的一个统计 Revenue我们就可以看到 管理成就讲 同期增长24.5% Profit也是同期增长553.5% 非常的不错啦 而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多 主要就是受惠于鸡蛋价格的提升 以及销售数量上的提升 OK,DOSEN是卖鸡蛋为主的啦 所以这方面的提升 就一直着告诉我们 这个业绩是实打实的业绩 并没有一些意识性的盈利 掺杂在里面 但公司有提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那就是讲 虽然饲料成本一直在提升 可是政府的补贴是有助于 减缓这方面的压力的 我们要知道啊 在之前影片我有提到 养鸡行业啦 机型行业啦 有70%的成本就是那个饲料 那饲料就是玉叔叔 玉叔叔啊是一个期货 然后我们又要从马币去进口 然后汇率又很不稳定 因此价格上我们很难去抓个大概 那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过去几年一直在增长 然后在最近也没有停止 而为什么Diocent可以赚到很多钱呢 因为政府有去补贴 你每卖一地鸡蛋 它就补贴你几分钱这样子 OK so这样子我们了解了 它增长的情况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Diocent的基本面究竟 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是实打实的 OK OK 从它的SOFP当中 我就可以看到它的现金有6100万啦 OK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水平 然后债务有1,7千万 并没有现金高过债务 把作为这种实体行业 然后高资产 需要多设备的行业来讲呢 我认为还是相当的健康的 OK 对比较同行来讲啦 是很不错一下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因为它的股价是8毛9分 然后NTA有1块2毛1 因此NTA是高过股价的 也就讲它的资产是多过它的负债啦 目前来说呢 它的股息也有2.25个percent OK 很多人会好奇 怎样算到2.25的 我们要知道 目前它反而协议2023 只派了一个季度的业绩嘛 然后那个季度业绩 它赚了6分多 它就派2分钱 因此我是用2分钱去除它的股价 就算到2.25个percent 如果在接下来每个季度 它都可以赚6分多的 Andron Boucher 然后它又可以派2分钱的那个股息的话啦 那就是1年派到8分的话呢 它的股息将会接近10% 是非常不错啦 我不想这样子算给大家看 因为可能有点误导性 所以我只算单个季度来讲 它的股息都有2.25个percent 主要表达的含义就是呢 这间公司赚钱会派钱啦 所以作为股东 你有一个安心的地方 你是可以拿到股息收益的 只要公司赚钱 然后我们从cashflow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啦 公司本身由于是因为 重资产行业嘛 所以它的db section一定会比较高一点 比如讲这个non-cash item 就有非常的多 因此你表面上你看它是赚2400万 OK but它真正从operating activity 产生的现金流是非常的多的 这也是一个隐藏的一个优势在里面啦 所以这方面呢 公司还是有做一些小扩张 去买一些PPE 然后当然也有在还一些银行的贷款 所以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几个季度呢 如果持续的赚大钱 因此作为股东 看到这样子的cashflow 我认为大家会是比较心安的啦 OK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TOSEN能投资的因素有什么呢 首先它的PE足够低咯 在过往的一个记录来看的话啦 TOSEN目前PE7 如果按照FORWOPE基本上可能到3罢了 而正常一些周期股的PE可以到6到8 因此只要它的业绩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增长势头 它会有一个机会在可以往上走 第二点 周期股的低点机会到了啦 什么叫周期股的低点机会 那就是股价在低位 然后业绩创立新高 盈利回来了 这方面就是我抓周期股的一个小小技巧啦 所以这方面在TOSEN当中有显现出来 第三有股息较安全啦 TOSEN我们可以看到咯 它跟一般的周期股不一样 它赚钱它会派钱 所以股东会比较安心一点 再来它是全马鸡蛋领域的龙头 激情行业可能正在复苏着 BUT 你可以随便买一家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啦 因为有很多哦 可能在一个低潮期的时候被少掉很多了 所以它的市场份可能被吃掉 把TOSEN作为龙头呢 它肯定是率先复苏的啦 相信大家都知道TOSEN的母公司是谁 因此在TOSEN在整个市场上呢 话语权是非常高的 OK 当然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为什么它不能投资 首先我们要知道 鸡蛋的价格不固定 飼料成本的价格也不固定 所以这方面会是TOSEN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为什么它是周期股的原因啦 哦这两个我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因为很多很像钢铁啊 很像油棕啊 他们都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把真正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政府对于基金行业的补助金啊 很不固定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政府讲补助补助 美利基丹去做补助 不过为什么去年有补助 赚的钱也没有很多 今年有补助 今年赚的钱又会更高呢 会不会是有一些机制在 是我们不知道的 能否延续在接下来两三个季度 我们也很依靠政府的派发方式啦 说作为股东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顾虑的 因为不确定性就是风险 第四个 外国蛋未来的影响大不大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农业部部长 一直在外国找鸡蛋 为了要压低这个成本 因为政府一直补贴 也不是方式嘛 对不对 说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担心一点啦 如果参与来讲 它会造成很大影响 这样基金行业 可能会受到一个很长的低潮期 第五点 那就是能否维持这个业绩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目前这个业绩是历史新高 营业额 盈利都是历史新高 它能否持续这样子呢 OK 不确定因素是很大的 因此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一点 OK 所以讲这样多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啦 很简单跟大家讲 我认为小商常试不是问题 重要是要设好止损点 因为这种周期股啦 会去投资它的人喔 一定就是想要赚快钱嘛 对不对 所以目前 你可能去买产业股嘛 我认为很难嘛 对不对 因为它并不在势头当中 现在利息一直深 所以 放在油中啊 放在钢铁啊 可能都有同样的情况 所以目前以周期股 这么多个板块来讲的话呢 我认为基金行业的机会性 会比较高一点 因此 你如果是这类型的投资者 不妨啦 看完这个研究 你可以自己再看一看 其他的基金行业 看下我讲了 是不是真的 OK 也不要单纯这个影片 就去买啦 再来 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啊 我觉得Docent肯定 有被低估的嫌疑啦 因为以过往的 股价走势图来讲啊 以及它的盈利来讲 这个这样子的价格 跟它所具有的价值来讲 是不balance的 OK 也就是讲 机会是有在里面的 but要知道 我们是很难去预测 它几时会是低点 大毛钱是低估 七毛钱也是低估 因此 你在仓位上的把控 不可以讲是很多的 一出锅进去 或是全部子弹打进去 因为风险非常的高 它并不是银行股啊 惨脱股啊 你可以在里面 锁个两三年 拿股息的公司 它是一个周期性公司 如果混不好 它可能又是低潮两三年 你会hold得住吗 如果hold不住 就会亏大钱了咯 所以今天我对于Docent的分享 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到 这家公司的一个业绩啦 想要了解更多业绩可以在底下评论 因为现在五月是一个季爆季啦 也欢迎订阅本频道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接下来更新 如果有看到好的业绩呢 我也会写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